早安啊 超早的耶 現在五點 一次起的比一次更早 真的好早喔 都不知道我們現在是晚上要出門還是早上要出門 真的耶 而且現在還是要開燈 然後出發我們現在跟朋友約五點半 在動物園 好 走吧 哈囉 欸 視頻哥 早 你們是不是要160嗎 沒有 100是到 基隆 欸 偶啊 哈囉 早 那今天要回家了 只有朋友 快起不來了 我還想睡覺 走吧 我們拍一下照片 現在已經五點四十分了 好 走吧 走吧 我的眼睛起霧了 看不出來是我吧 出發 變了一個男生 那我們今天走的路線 是從木柵 然後走跟上次一樣的路線到浮隆 到了浮隆之後呢 我們會到基隆 今天會騎100公里 天亮了 我們今天幾個人啊 1 2 3 4 5 6 7 8 哇 我們今天大概有九個人 我們今天大概有九個人 就是有一個活動 環大台北的活動 對 然後我們剛剛就看到很多騎單車的人 要去騎好 對 他們騎很快 我們騎好的地點在排樓 他們騎超快 去去去就過去了 環大台北有分100公里 跟160公里 100公里是到基隆 然後160公里是到聖約翰大學 好 快要到淡水了 然後那個點子蠻難爆平的 嗯 所以我們就亂錄 對 對 我們就跟騎 欸 大家都出發了欸 真的欸 我們還在這邊 好多人喔 加部份的人都是陪騎的吧 因為他名額才300個而已 喔 展現我們有補給車欸 在哪裡 這裡啊 欸 剛好裝滿欸 太棒了 謝謝 爬山不是跳跳的領域嗎 不是喔 是台山的領域 我是打雜的 我都已經見識過了 不要再客氣了 我是打雜的 跳跳啊 肯定很強好不好 不要聽他們自己講 我早就見識過了 親身體驗 欸 你新車騎舊路 感覺怎麼樣啊 還行 還沒有感覺到什麼特別的 還行還行 要騎遠一點 等一下才會有感覺 是嗎 是嗎 我也不知道 新輪 這有個新輪王 我覺得看這螢幕的畫面啊 你也很像是沒有在騎 然後就坐在一個上面 然後很像在騎一樣 擺動 就像我們在看那個電影版一樣 對啊 超無聊對不對 來看一下是真的有在騎 前面那個坡 怎樣 那個橋啊 蠻累的啊 那個橋上去就是頂點了 好 頂點 加油 二人 像這也是這樣被你騙 要當你的攝影師很不容易耶 我可以辭職嗎 換一個 為什麼大家是停下來等另外一半 我是要努力騎追另外一半 因為你要開銷啊 要幹嘛偷偷休息啊 好累喔 我休息了 別追了 我們在這邊等一下吧 這個公車站最高點 是嗎 那也是最高點嗎 對 再來是什麼 再來就是下坡 山路爬完了 你有山路了喔 還有一小段 就是一小段一小段的那種 好耶 這不是我來接你的地方嗎 你現在知道你在最高點接我了吧 我上次騎浮龍來回 然後叫他來接我 然後他到了 我已經爬完所有山路之後才出現 接下來就是下坡了 才來這邊等我 要的超快 大家好 當你的攝影師好辛苦喔 前分 快要騎到10分了 今天騎的速度好快喔 而且我們下坡 直接超下來都沒在等 你啊 可是你都沒在等 我要再追啊 最喜歡下坡了 好漂亮的風景喔 好漂亮喔 騎山路真的超美超出 超棒 就要追了 每次路完就要是要追的時候 山路爬完了 爬完了太好了 沒有了 接下來 後面的覺得可惜 沒有了嗎 沒有了 我喜歡皮膚 好了 快到了嗎 快到 平霜隧道 快到那個隧道了 都是在那邊停 對不對 對啊 我們這一次好像都沒停留耶 真的 好誇張喔 你們這些人 這個時間很漂亮 對 對 不要出來 現在才7點 對 旁邊應該是看到隧道 所以很輕鬆 對啊 他們趕快說 前面就是下滑了 平霜隧道 不過這個隧道就停通了 哥哥在騙我了 真的 哥哥因為我們剛剛沒有過 好 我相信你說 我相信你才能說 好棒喔 你們去環島嗎 沒有 很棒加油 謝謝 加油 好厲害 耶 你們騎好快喔 現在如果有人騎完 不是吧 是你們從頭到尾都沒有停下來 我們到了福榮了 8點了 我們5點40分出發 現在8點了 現在8點我們到了福榮 然後呢 還大台北呢 就是繼續往左邊騎 他剛剛前面有一堆人了 掰掰 志明哥要去宜蘭過夜一天之後 再從北移回來 他走到又去花蓮了 有可能喔 然後再去花洞喔 有可能 然後就一個標準 就到了墾丁了 台灣就是不知道 我只是想要騎 還大台北一圈 怎麼就變成還台灣一圈 真的 我們要還大台北的話 就是到這邊 再往左邊走 然後要去福榮的話 就是往右邊 我們上次就是走 右邊的方向 對對對 過了剛剛那裡 就是我們沒有騎過的新路線 我們原本環島的時候 是要從這邊回台北的 這裡好美啊 我們的環島旅行又開始了 沒錯 我們環島原本就要走這條路的 但因為碰到下雨 所以我們才走福榮那邊 新路線喔 這裡有自行車道 對不對 我們現在在這個人和宮這邊休息一下 這邊有Seven跟廁所可以上 這邊有廁所 我們來這間廟這邊上廁所 人和宮 兩位總算肯休息了 我剛才看到一個滑板 輪胎出租 然後我就看人板輪出租 好想換你 還有多久 還有一個小時就要吸油了 對啊很快 這樣蠻快的 然後這兩個人說 他們要騎去 騎回新店 從細節來遇到回去 如果真的不行 我們就去暫時做捷運 簡單搭捷運太丟臉了 所以我們就騎回去 睡福中 他們自己一次騎車嗎 第三次吧是不是 對啊 好啦我們休息了好一大段時間 沒錯 8點45 還要繼續前進 應該一個小時就會到基隆了 好我們先去基隆看看那邊 你好好安 我們先去拍拍照 彩色屋 太陽也變大了 是喔 哇 好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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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在金山那裡回來了 還沒 過了基隆才到金山 超美的 超美的 你看 但是剛才路上沙子車真的是超可怕 超多的 而且超近的 那是龜山島嗎 不是 基隆雨吧 超累超累超累 超累的 這邊的燃機好快喔 快到了基隆了 對啊快到基隆了 耶 超累 超累 這裡是80K喔 耶 耶 耶 好累喔 他們參加活動的 還有八寶舟跟香蕉可以吃耶 超好的 好想吃喔 我們期待的 我們非常想報名 但是只有300個名額 沒錯 不是我們的問題 所以我們要吃 沒錯真的 你就只有300名額 我們也報名在來 我們也想報名 真的 好啦 等一下大家拿那個300塊去 去買八寶舟 如果你要裝水 他們這邊都可以給你裝 對 那你們要騎到哪裡 我們到哪裡 你們要到哪裡 基隆火車站 基隆火車站 還有多遠 快了 那我決定跟你搭火車 欸 別裝囉 其實對 搭火車 我們要去那邊吃飯 8公里 我們還有8公里 就會到基隆 好 去那邊吃飯 OK 我又找了幾間 我們騎到基隆的市區了 我們現在要去 彩色屋子那邊 好 好多人喔 旅港 好多人 OK 終於騎到彩色屋這裡 大家是從那個橋那邊拍過來 哈哈 結果我們騎到彩色屋這一面 對這一面 登登 這裡有很多咖啡店 我們 為什麼要拍 威靈之文 不生死在威靈之文 欸 是私人吧 沒有 我哭了自己的淚保險 看人家拍了很多次彩色屋 都沒有自己來過 沒想到今天騎著腳踏車 11點了 難怪這麼熱了 而且真的好累喔 好累 好 我們拍拍照 等一下再去吃個東西 美里右邊是阿根廷造船廠 那我們現在先中午了 因為實在太熱又太餓了 所以我們來吃這個 在正濱漁港 跟那個阿根廷造船廠那邊 旁邊的 今天早上有冰 很可愛喔 它是一個紅裝屋的建築 然後裡面是賣冰店的 漂亮喔 進去看看 不好意思 你們試之前做要另外一個花園嗎 對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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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位六位 好謝謝 這裡從這裡進來 好可愛喔 可愛齁 好可愛 好酷 好可愛 好酷 腳踏車可以放在這裡超好 對啊 而且腳踏車好像很好拍耶 對啊 跟著塵蔓一起拍 它這裡就是有一些剉冰 像是要吃芋頭牛奶冰啊 花生冰啊 鳳梨冰啊 或是吃綜合料的冰都有 好可愛喔 是不是應該吃那個什麼石花丼還是什麼啊 對 那還除了石花丼是特材還有什麼呢 其他都是我自己的 阿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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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花丼跟土鳳梨 謝謝 我們選了四種料酒 石花丼 鳳梨 芋圓 跟粉圓 然後這個紅色是隔壁挖過來的 然後新鴻路 對對對 對對對 好像很方便 小瓜 阿滴 Also 這一盗 掰掰 掰掰 大家再見 那我們走吧 好現在時間是3點23 我們回到我們家裡出境了 我們從5點出門到現在 好累 騎了大概有120、130公里 不清楚都在看Strava 結果我們沒吃午餐耶 好餓 那你今天請起來感覺怎麼樣 其實開始都還好 可是後來走福德坑那邊是蠻累的 因為已經先走了100K 然後再走一段山路 那邊真的蠻累的 不會是這麼樂 我覺得一開始要騎去福隆的路上 因為是第二次騎了 所以就變得很順 那邊騎了就感覺還好 那邊就是要走去 然後從福隆那邊要騎去基隆的那一段路 直路好累喔 可是因為那邊比較美 所以就也覺得還好 那邊有蠻多的砂石車 我覺得還是蠻危險蠻緊張 而且還是有一點上坡下坡上坡下坡下 對 好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喜歡我們的影片記得按讚 分享訂閱開啟小鈴鐺 掰掰 完大台北成功 大家有賺成功版 不是一定要到戰水才賺成功嗎 掰掰